高雄的新興區那麼一家電動自行車公司 上午呢疑似呢展示這離電池自燃 員工呢嚇壞了趕快拿出滅火消滅火 幸好整齊意外是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整間辦公室煙霧瀰漫 視線幾乎被遮蔽 消防員出動排煙機排除農煙 早上十點多高雄這家電動自行車公司 傳出火警 起火地點還在商辦大樓五樓 嚇得民眾倉皇逃亡一樓 應該是燜燒吧 五樓 這是動嗎 對 不知道 品質味道裡面 不曉得 為什麼燒這樣 聞到味道就對了 聞到味道 上班時間聽到火警消息 其他樓層民眾驚魂未定 好險工作人員自行拿面火器 滅火解除狀況 這隻火是已經都滅掉 現在就在做商工 在開業 火警意外就發生在高雄新興區的 這家電動自行車公司 當時辦公室裡的展示禮電池 疑似自然 電池放著不動就五步起火 有可能嗎 它如果要燃燒的話 除非就是短路 然後擠壓 專家說電池過度充電 受到碰撞擠壓 才有可能造成短路 進而引燃火勢 如果沒充電的話 電池會自動放電 照理來說不太可能會自燃 詳細情火原因 仍在調查 電動車業者也不排除 向生產電池的廠商求償 記得下令高雄播動 第0飯 cow 速度充電池 蜇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